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现在大家看到了这颗月鸡呢 变成这个样子了,变成两种颜色了 它其实我买的时候是冰淇淋 是海神王的芽变品种 然而现在你看它繁足了 这个又开回海神王的颜色了 那这些呢还是冰淇淋的颜色 看一下 所以好端端的就变成了一颗双色月鸡 给大家看一下底部 这是一颗的,不是两颗的 然后这根枝条繁足了 这根枝条也繁足了 变成一颗双色了 不知道是喜还是幽啊 海神王我那边已经有了 给大家看一下吧 好,给大家看一下 这颗就是我的海神王 种在吴嘉伦的花盆当中 给大家看一下 快要打开了 然后这一朵呢 是它已经打开的 跟这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好像这个颜色稍微浅一点 它深一点 本来呢就是说 如果不想要海神王这个颜色的话 可以把这两根枝条给它剪掉 但我现在觉得双色可能也挺好的啊 就让它这个双色先留着吧 一颗月鸡两种颜色 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我是嫁接的呢 其他没有什么要介绍的啊 跟海神王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我还是把它种在 这个一加轮的花盆当中 不过现在跟买来的时候 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非常风花 那海神王就这样啊 好的,这个就是冰激 大家可以看一下花瓣层数呢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花瓣非常的硬实 很厚 直立性很好 我很喜欢它的直立性 鲑鱼粉色 目前对它还是满意的 还有很多花瓣没有打开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颗月鸡品种 它就是微芒 总的来说 微芒这个品种 我对它是感到有点失望的 去年冬天表现很好 花很大 颜色是那种橙粉色 很让我惊艳 但是今年春天就开了一波 全部都是鼻毛的花 然后这是它第二波花 应该也算是下花了 但这波花呢 之前有几朵开的是比较标准的 但现在我发现 你看一下 这一朵 还是有鼻毛 这些还好 相对于这个春花来说呢 缩水缩了好多 这个马上就散了 马上就散了 这个 其实这个已经是它第二轮花了 前面有几朵开了的 很快就散掉了 也就是说它的花期并不长 一朵花的花期 现在这个季节 大概也就两三天 差不多就翻了 然后自己就掉了 颜值其实初开的时候 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状态 有点像朱莉叶对吧 开翻也还好 不难看 但花期实在太短了 哎呀 这个马上就散掉了 它花期这么短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花 其实还是挺香的 而且这个香味 居然是强柠檬香 这个香味的浓度 大概也就是比加白莉叶 或者祭色 大概是少一个度吧 人家是五颗星的话 它四颗星是可以打的 也就是说 这个黄色叶子品种 还是很香的 当然一般来说 越是香的品种 花期越短 它也是印证了这个规律 然后这个品种 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刺很多 是狼牙棒 而且这个刺非常扎人 我都是不敢把手 伸到里面去露叶子的 很可怕啊 这一点啊 那它优点也是有的 就是它是短质开花 绝对是短质开花 然后直立性 其实也还是可以的 这个是它的优点 然而可惜的是 我觉得缺点太过于明显 所以这个品种呢 我可能会留着它 再看一波下花吧 天气再热一点 看它表现怎么样 如果还不加的话 可能下次你们 就不会再看到它了 好的 这个就是微毛的介绍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